这就是在相处之间吧 一上来就比较熟了 希望保他在骑车的时候 安全 安全第一位 安全你我他 哈喽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身边这位就是 叶鼎芝的扮演者何宇老师 对然后呢 他在剧中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叶云 就是百里东军的发小 百里东军的哥哥 就是我的发小东军 我是看着他长大的 我们一块长大的 他实验是百里东军 是正西侯府的公子 还记得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哪吗 刚才我这两天我给你说了 有的 哦哦哦哦哦哦 在那这儿没有说说说过话 不是篮球场 在第一次见 篮球场啊 篮球场篮球场 篮球场 看来很早就见了 哦很早之前 几年前了吧 进组之后 有没有哪个瞬间 让两位觉得真正破冰成功 并成为好朋友了 这就是在相处之间吧 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俩也没有 存在去破这个事儿 好像是自然啊 一上来就比较熟了 其实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 对但是呢 遇见何老师好像 就是一上来就 就没有那个慢热的过程 两位熟悉了之后 私下聊天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是 思义 因为系里中的我们经常用的一个台词 少年思义 就是觉得这词很耐用 好用很好用 性价比之王这词 性价比之王 只给这个词 拍摄我姓时是谁提议的 我姓时无论何时与你相识我都直 我姓时只比写词犹如骏马载笨直 啊那个啊 哈哈是我的是吗 彼此的啊 彼此以前发情理的 他以前发情理的 就是这个还挺不一样的啊 挺非凡的 因为不是本来还想叫那个光光一起 本来是我们仨一块 对然后那天刚好我俩 我俩拍我俩的戏 他他他他他在拍别的 对对然后我们就就给他拍了 啊你想试个水试一下笑我 结果就发了啊 两位在拍戏期间都过了生日 有没有互送什么礼物 我给小时候送我头盔 对对对 希望保他在骑车的时候啊 安全安全第一位 安安全你我他 对因为那个 就他知道我喜欢摩托吗 然后那个头盔我还给误会了 一开始我看了 因为我喜欢蜘蛛侠 然后我那个啊 他说手机收走了 因为我那个手机 我那手机壳就是蜘蛛侠的 然后呢 结果其实他送我那是红蚂蚁 但长得特别像蜘蛛侠 他拿着手机盒和那个头盔 给我看了一下 他说提醒我知识一下 我说这红蚂蚁给我 给我安利了一下 但那个头盔很帅 然后其实我那个车呀 说实话我那车是复古 我看了复古 但那都是半魁 是 但你送我那个算街牌的 对人全魁 所以呢 我我确实有想换一辆车的打算 啊 那那怎么说 可以可以为了你这头盔换个车 可以 行我期待的是险啊 是真的 我有这个打算 我以为你在暗示何老师送你辆车 明年的时候 我不是这种人 反过来呢 侯老师送了什么 他送了一个音箱 对 我送了他一个音箱 当时点开放点嗨曲 我们俩听了以后 大家都喜欢音乐 然后呢 那个音箱我觉得颜值很高 然后呢 刚好何老师喜欢黑色 然后那就是一个纯黑的 所以我觉得就 比较复古显 就是配他的 现场看侯老师经常K歌 你俩谁是K歌之王 侯老师啊 还好 还好还好 都可以都可以K 钱可以钱可以 我没K 我没K 哈哈哈 不露宾 我没K 不露宾不露宾 我没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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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